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讲的是一句中文的诚语 本来没有特别想讲的 是有一个年轻人问我 我拗了一轮头之后 就决定是这样做 这句说话就是 The less educated have more sense of justice 说什么呢 中文就是 仗义每多屠九倍 这句说话是想爆头 仗义就是justice 正义righteousness 每多多数都是always的意思 justice always 仗义每多屠九倍 不知为何只是说 杀狗杀猫也不算 杀牛猪羊也不算 杀狗屠九倍 Dog slaughtering a boy 就是a type of people 一款人 那怎么译呢 英文是辛苦的 想来想去 你不可以直译 justice always belongs to the dog slaughtering type 不行 因为逃狗不能直译 意思是那些很豪气的人 这个是古文 意思是逃狗比较屎井 比较受教育少的 the less educated 受教育少些的人 have more 我就是要这样来对称 less和more they have more sense of justice 就是正义感 就是正义感 读得书少些的人 反而更多的正义感 就是仗义每多屠九倍 唯有这么淺白地益 今天顺带要说的是 the less educated 那你说less educated 是形容词来的 为什么现在说得好像一班人 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和你重温 the rich 就是有钱人 就不需要说the rich 是people 用一个形容词 把the在前面 the rich 就是那班有钱人 社会上上层阶级 the rich and the poor 这个你可能都知道了 这个资源之外 其他一样的形容词 你把the在面前 就是前面 就是等于那班人 the underprivileged 这个字很深 发音一嘴都是privileged 是特别的权利 尊有的权利 零零射射特权 underprivileged 它是在权力以下的 即是说是社会上的弱势社群 我们最多译就是 the underprivileged of the society need to be looked after 我们社会上的弱势社群 是应该受到照顾的 除了这个之外 再长篇一点的 就是the faint hearted the faint hearted hearted 都是一班人来的吗 心是很弱的吗 什么来的呢 faint hearted 就是说人家意志力不坚定 是事事丹丹 心是很弱的 人家说A 他说我好A 人家说B 不是B B the faint hearted 做事是后继无力的 什么都是十分钟热度的 五分钟的 the faint hearted 都是一班人 还有这个 the right minded minded 就是mind 避一些了 避什么 什么是right minded 就是有上人正确思想 上人常理 那班人 上人 the right minded 你可能会留意到 为什么the faint hearted 因为这么长篇 有这个hyphen 就是很正常 the right minded 都是很正常 underprivileged 又不见你hyphen 可以的 一样可以 问题是under 这个字 或者pre 其他 那些什么pre 或者是什么pro 这一类 prefix的字 很多时候是假裸 不用的 这个字 有没有 都可以 但是这些 就一定要有hyphen 因为你想像一下 faint hearted 没有了hyphen 就是一堆堆 你来的 人家视觉上看 是有困难的 所以这些 就真的要自己平时 留心看得多 就收拾些收拾些 收拾回来 英文是这样学好的 拜拜